新北市已經開始擴大徵收防疫旅館 包含椰柳風景區的親子度假村也成了幾種檢疫座 那他們的量能正在拉緊爆 那剛才市長其實有提到說 現在台北的防疫旅館要再做擴充跟調整 那目前就您來看台北的防疫旅館的數量是足夠的嗎 我們台北市有防疫旅館大概是8000個房間 防疫旅館 就是在說入境要管制14天 但是這樣,這裡面如果遇到居家隔離還要再升級 那如果是專門說確診者還要再更升級 但是這樣,我大概查過 我們目前在防疫旅館,大概今天住了差不多6000人 因為如果你每天入境400個,假設要15天,大概就6000個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大概有6000人在防疫旅館 但如果有一天爆發感染,那些確診者 像我們當時確診者,我們那個防疫專責旅館最高用到1800間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防疫旅館有8000間,要把SOP寫好 如果你要升級到居家隔離旅館,你有哪些東西,你要花幾天的時間到 如果要升級到防疫專責旅館,一樣 你要標準要再提升SOP怎麼做 其實我們台北市大概要保留兩個大型的防疫專責旅館 萬一有確診案例可以收 當然其中一個就是建團的救國團那個 還有一家大型旅館 所以我大概覺得這樣,SOP寫好 東西準備好 不要自己嚇自己 有遇到再處理 你現在動不動就把一大堆防疫旅館全部升級成防疫專責旅館 裡面也沒有病人,你升級幹什麼